嘩 劉定堅 你經常都唱衰香港啊 你去了英國就唱衰香港幹甚麼呀 你唱衰香港就不對啦 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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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 這四個字 突然間在2023年就非常之流行啊 這個是流行詞來的 流行詞 24年當然是一種跟著爆發 23、24年為什麼這個唱衰香港這四個字這個題目那麼吸引呢 那麼 牽起一大堆人去討論呢 那麼喜歡說那麼喜歡用呢 就留言在我的留言信 大家也會評論 劉定堅你唱衰香港啊 某某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 好啦 今天就要 大家拆解一下 究竟 甚麼叫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是怎樣唱衰 怎樣為之唱衰香港 他怎樣來的 怎樣出現的 有甚麼目的 結果又會怎樣 哇 是不是很特別呢 所以我們不時 做KOL 當然要了解一下香港現在有甚麼需要 有甚麼特點 我們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這個唱衰香港這個題目 好啦 首先呢 就要因為唱衰香港嘛 今天要 拿回一些實例出來 包括找了 第一份 文匯報在24年2月 推出的 比較早期的 通常都是我們看到在24年1月開始 二三年 又開始 說了關於 唱衰香港 你唱衰香港 他又說了 他又說了 近期有個別的西方媒體 和所謂的 專家 對香港的投資 和營商的環境 呂呂作出滅黑 散播那些企業 資金 人才 紛紛離開香港 這些謊言 企圖唱衰香港 沒錯啦 看到這個題目一開始就定義了 什麼叫唱衰香港 非常重要 待會再跟大家談 新華社港澳評發表題目 刀破那些抹黑香港和投資 營商環境的謊言的文章 一陣見血地說 所以罔顧事實 這些文章全部都是罔顧事實的 熱大肆 散播這些種種對香港投資和營商環境的負面的訊息 真正的目的是想動搖人心 沒錯啦 動搖人心 破壞香港經濟發展 以及社會穩定 從而阻撓香港23條 立法 這個推論又好像 差一點 你說 他動搖人心 然後再 破壞香港的社會穩定 重而阻撓 23條 23條是透過立法 立法局就拿了票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以前那個立法局就OK的 因為還有可能 有些民選的議員在 又或者是怎樣計票都未必贏 他又 搞什麼拉布 那樣的東西 有機會阻礙阻言 甚至乎是阻折 23條 現在 這個推論不成功啊 不合理啊 你說 你立法局或者政府或者中央要定什麼法例 撐 100%OK啦 是不是呀 你不要玩東西啦 你說 你說這樣就會 這些文章水平 不夠啦 你說很惡毒這樣 是希望 騷擾到OK的 但是你又去到 從而阻撓 香港23條立法 你這個《文匯報》哪個寫的 失敗的 這個推論是完全不合理啊 失敗 然後阻撓香港 說《柔治及卿》這個都還可以說 因為為什麼《柔治及卿》這個是一個 應用詞來的 說一下 阻撓啊 OK的 突然 立法23條這個沒辦法可以阻止到的 這個不合理啊 難道你出動一些軍隊來去進軍香港 不知道要阻撓嗎 你隨此以外根本就阻撓不了 失敗 這些文章 沒料到 好 進而實現期 以港 壓華 的 險惡 逃謀 以港壓華也是不合理啊 因為現在香港已經完全回歸了 又二次回歸了 又記得一次回歸就可以了 你稍為有什麼動靜機格的人被抓了 那麼怎樣以港壓華呢 說得還有什麼聲音呢 香港全部都抓了在 等同中央手上的啦 這個也是不對啊 失敗 所以这些文章真的没有逻辑 事实胜于鸿变,香港依然是企业 投资的热土 是不是热土 是不是热土就肯定不热 资金清来之地和人财汇聚的高地 绝大多数外商肯定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但是我觉得最好就是你把一些 真真正正的 做一些 统计拿出来的data是不是有 那我又没见过 真的我不要老实我没见过 又或者是不是那些外商在 海外的地方说呢 清楚一点 将在香港 营商的外资企业 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外资用实际的行动 这些算了 不要说了 唱衰香港 一方言一读就破 我总以这句说 最后你结论了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又说了什么 那些製造方言的人对此事而不见 完全是喘着明白 庄糊涂 其实呢 这些 国家企业 或者训练出来的人 去写这些文章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 他纯粹是 你要我写就写吧 我没所谓的 根据你的东西去写 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个 合理的推论 没有这个 自己去 合理 合不合不合理呢 我能不能反对 因为他不能够 反对上司的意思 所以就用上司的 全部都写下去 那究竟合不合逻辑性 这些全部都没有 所以你看到这些 是非常矛盾的 这些就是 为什么你不能够 去说服别人的原因 因为你 没有水准 即是写文章也有水准 然后 紫荆雜誌 24年1月 说 因为受到内外因数 扰动 香港股市又下跌了 恒生指数滲幅 跌破了15000点 这个事实 不少反华势力又开始借题发挥 唱衰香港 你记住 他今次说 因为股市跌 所以反华势力 他提出了反华势力 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 这个非常寬大的一个 位置来的 2023年下半年 境外势力 密集推出 取代论 内地 进内地化论 香港 被人取代了 被取代了 内地化论 香港变成内地了 这种 歪理邪说 这些是歪理邪说 其实不应该 内地 内地化论是不对 内地化也不对 内地化论有什么 香港内地化论 回归早过 越来越内地化就好了 为什么他觉得内地化论是 邪歪 邪理 邪理邪说 什么不是 比如说 跟内地一齐 比如说 大家都 阿爺说是什么 那你就内地化啦 以前的 骑骑骑骑骑骑 比如说 那些报纸不可以亂说话 就是 大家通过了国安法 总之就是很保护国家 内地化 为什么会说内地化是邪 你 不要是你邪说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内地化是错的 死呀 这个紫荆雜誌 他本身是一个 威理邪说 是不是 他竟然说内地化论是 威理邪说 哎呀 糟了 有内部势力可能有问题 惡意炒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衰落 继续恶意炒算 反华势力 为什么要唱衰香港金融业 针对金融业 一直以来 香港的伦敦 和纽约 一度并认为 是三大国际中心 好在最近 踢走了第四 也就是说 不是歪理邪说 这是真实的事 都是歪理邪说 真实不歪理 真实也不能歪理 唯有这么说 在全球的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好重要 在国际金融领域总有重要地位的香港历来是大国博弈的前缘和焦点 没错 以前真的是 现在真的不是 以前可以任你博弈 任你玩的嘛 以前香港是可以 可以这样的嘛 你根据法律就这样 总之我不超越你的法律 我就可以玩的 是不是才能搞的 有得博弈的 现在 你博弈你想死就抓了你 怎么还可以博弈呢 没错 其实他这个已经解释了 香港现在不要乱博弈的 大佬 所以这些外国投资者要断钩 要走 这些外国投资者 就是这个原因 他近来越来越发现 被西方 视为眼中钉 当然是啦 眼中钉 以前钉得 现在不钉得 眼中钉 唱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已成为敌对势力对华 金融战的一部分 是吗 是吗 这个变成金融战的一部分 哦 明白 原来有金融战的一部分 通常他们会以第三方的名义 发布着 权威的 评级指数 哦 评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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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歪理邪说的 核心人物 通过人为的操纵 让香港 一方面的排名出现下滑 哦 评级指数 那就是评级指数 和这个抹黑 和这个唱衰香港 是原来 紧购着分手 什么的排名 什么排名 这样的 啊是这些是歪理邪说 但是这样啊 人家的通常都是已经 数多年了 搅了 以前你高的位置 那他就不是歪理邪说 他就不是魔鬼 那时候他就不算唱衰香港 那时候就唱好香港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以前 就沒事的呢 就是最近 通過了國安法之後 就突然間是這樣子扭轉了 沒有什麼理由啊 是不是呢 為什麼呢 難道因為 中國的國勢弱了 又不是啊 大國崛起了 現在崛起了 為什麼這麼情況呢 死定了 解決不了 為什麼呢 這些評級啊 什麼評級啊 是不是最佳的適宜 住的地方啊 是不是這個 營商最佳的地方啊 什麼評級啊 排名又是旅遊 全部都是用統計數字一路一路排名的 已經有很多年了 以前就不排你低的 現在就排你低的 哎呀 你們肯定是 繁華勢力搞出來的東西啊 哇 他們真是 非常之 怎樣啊 玩家真是 訓練功夫啊 當倷一有一條做何還在NA 哎呀 沒錯啦 我率釗養了 我知道了 原來這個反華勢力親強的 總之所有人對香港是不好的 全部都是反華勢力的 哎呀 明白的 大家小心點 這些所有基構的 أ else 我们大家小心點 不要把他騙 door 我們還是不便做給反華勢力的 香港回歸之前 媒體就開始唱衰香港 營造悲觀的情緒 好像在1995年美國權威雜誌 財富一度預言回歸香港 回歸會令香港死亡 但是回歸祖國10年後 時代周刊就用25頁的篇幅 承認他的雜誌 財富當年 預判錯誤 香港被從前更有活力 其實預判錯誤 很多人都是 對不對 不用這麼強調 他罵那個 Morgan Stanley 首席的經濟師 不是又是羅奇 他現在說 我錯了 以前我這麼支持 說要中國很好 其實現在很糟糕 我看清楚 死定了 整天都有的 他又錯 羅奇又說自己錯 財富以前 錯 都很合理 誰知道 誰知道神宗買了股票 買了中國股票 就發財了 買了騰訊 買了阿里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不是 美西方的 一紙數據幾篇文章 就說了算 更不是 別有用心的唱衰者 歪曲 抹黑 就能夠左右的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地位 源於多方面的優勢 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 這個健全法律制度是不是還很健全呢 最近聽說美國又制裁 連大法官 最近的中心庭 都制裁 還算不算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呢 沒有害怕 還有是說國安法法官都選出來的 這個算不算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呢 因為國家輸了算 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 銜接國際標準的 監管環境以及 高度市場化、國際化 規範化 的金融體系 這樣 中間要慢慢去看清楚 是不是市場化呢 現在就開始不太市場化了 國際化的話呢 都不太國際化了 於是我想大家有一個想法 以前 財富講的東西 原來 他講早了 講遲些 就差不多了 他說1997 是錯的 但是如果他講 現在 2027呢 那就中了 早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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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預測 是有時間性的 有時候也沒有那麼厲害的 有祖國大陸的堅定支持 有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 什麼東西呢 有特區政府 監管機構和業界的長期耕耘 有國際求資者的良好口碑 經常都說國際求資者不要說了 現在是不是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有東方之珠一定更加閃亮 阿爺就說了這個定調了 所以你記住 這個叫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東方之珠一定更加閃亮 你記住 是一個 完全沒有得討論的 空間 的詞彙 是 一定會更加閃亮 記住 所以 繼續放煙花 大家不要說那麼多話 繼續有些遙控飛機 飛一下飛一下 因為更加閃亮 至於你說那些所有的說什麼 經濟差 樓價跌 不是閃亮的 是不可以這麼說的 為什麼呢 閃亮還閃亮 仆街還仆街 繼續閃亮 繼續仆街 只不過是一時之間 日後就會彈上去了 明明就等下了 等多久 200年 不用那麼久 這兩天 香港股市 連續反彈 這個 不說了 夏寶龍又說了 2月28日 又說了 夏寶龍 說 夏寶龍說要堅定 有發展有信心 大家要說 反覆強調 香港對發展 香港未來有信心 特別在本地和外商的發表座談的時候 他分析了 如何看好香港的營商環境 未來發展的前景 企業在香港發展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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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他是在等等等等的時候 就是叫你等 等下就回 原來是這樣 夏主席就說 夏主任 說 數據證明香港強勁的核心 競爭力走向更好的明天 實力和能力 自作香港的發展前景 不是誰想壞 他就會唱得壞 沒錯 夏寶龍說 不用害怕人們唱壞 一切又不壞 我們一定會害怕 沒錯 這個應該 支持 另外 相報在 24年 2月 差不多 回應 羅奇 這個 Morgan Stanley的前亞洲區主席耶魯大學的教授 羅奇先生 以後大家不要去 這個 耶魯大學那裏讀書 修理也不要去 這個 做大學教授 對香港發表充滿著負面的情緒 文章 又說香港 斷然 繼續 低迷的 香港輝煌 以前輝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未來不會有希望的啦 直接說到 Absolute 未來不會有希望的啦 根據客觀的 發展規律 任何國家和經濟的周期危機都難以避免 以他所說的三方面包括本地的政治 中國因素 國際發展 中美關係觀點片面 片面 缺乏事實證據 缺乏事實證據 不知道他讀什麼書 真是做教授 不能夠全面展示了香港的實況 而且利用了國際球刊的關用伎倆 羅奇用關用伎倆 做什麼呢 通過唱衰 在做空的市場套利 毫無前瞻性的 這個就不同了 為什麼呢 他說了一件事 人們唱衰有目的 為了兔利 原來沽了火 OK 明白了 好 不說那麼多了 一大堆 四篇文章那麼多 四五篇 還有一篇 陳茂波 財政司陳茂波在電台說 預算 全面撤銷 樓市的辣椒 過去的人唱衰香港 令到資產市場不穩 他預測 香港今年 經濟會繼續 正增長 不說起飛 差點 這幾位 其實都是這些文章 或者這些發言 都是 在二三年之後 二四年 就不斷地出現 即是唱衰香港這個詞 在二三二四年 一直在發酵發酵發酵 很明顯看到 是 這個政府的一方面 支持政府的一方面 是不斷說的一件事 那麼 今天就要跟大家 深入去 解釋 去分析 為什麼會有唱衰香港這四個字 還要走出來 而走進了香港人的心裏 然後研究一下 首先為什麼叫唱衰 怎樣才叫唱衰 有沒有定義 有沒有標準 好了 唱衰 不是一般你說一下 聊一下 批評就說唱衰 唱衰是有論點 有論據 有可能能令人信服 唱 就是真的會令人 信服才叫做唱衰 OK 這個叫唱 你真是會 令到別人相信你 你有權威性 好了 唱衰 含有一個推論 即是說 預設 即是透過一些 Data 一些論證 一些經驗 他就會預設到 假設未來 是怎樣 這個叫唱衰 即是說 你不是就這樣說 這個手機很骯髒的 他真是骯髒的 這就不是唱衰 這是說事實 不是 唱衰是說甚麼 為甚麼要來反駁 是因為 你也不是事實 這件事是這樣的 為甚麼他不是事實 因為他講未來 你說未來是這樣的 你說黑 我說白 明白嗎 所以我說你的黑是唱衰 明白意思嗎 是因為有 前瞻性 是未來的 不是說現在的 那麼他是利用 他唱 就是利用現在這一堆 他找到出來的資料 他的分析 就原來說 未來衰 明白嗎 唱衰 OK 現在唱 日後衰 這樣就叫為 唱衰 先定義這件事 唱 不是唱歌的唱 而這種唱呢 是一種 整體的資料匯集 好了 而呢 衰呢 是說未來 所以大家不是說現在 好了 這個 大家貫通了這件事 就簡單一點 好了 總之有 前瞻性 預測性 譬如說 新樓賣不完 當然不是唱衰啦 因為事實已經發生了 賣不完 賣不完 你看到 Season's Place 賣不完 太風賣不完 賣不完 賣不完 不是唱衰 OK 不要搞錯 好了 所以有些人留言 賣不完 他根本想不明白唱衰是甚麼 為甚麼 看看文章 看看 一大堆 夏寶龍先生呀 陳茂波呀 一大堆 其實 你知道啦 中國用詞 很深奧 不要亂看字面 失敗 OK 唱是通過一系列的資料 經驗 證據 去推論未來 所以不是一般的無頭的 亂說 大論 就叫做唱衰 當中最重要就是 含有虛假的成份 例如說 《文匯報》說 新西方的媒體 和專家 對香港的求資環境 抹黑 散播企業資金人材 離開 這些是對 離開香港的 謊言 沒錯 謊言 因為有謊言 這樣才是唱衰 紫荊雜誌 境外的勢力 拋出取代論 遺旨論 內地化論 惡意炒作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衰啦 這些都是假的 沒錯啦 謊言和假的 這些是含有 令到大家 會覺得 未來的東西是這樣的 原來全部都是錯的 唱衰 含有 虛假的成份 OK 明白嗎 如果他沒有虛假的成份 那就不是唱衰 明白嗎 因為為什麼呢 說事實 是真的 所以你找一個 假的東西出來 才是假的 於是乎呢 首先看一看 這個 遺旨論 是屬於 歪理邪說 是唱衰的 但是 大家 記不記得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其實是小紅書說的 哎呀 糟了 小紅書的大陸人來到香港就說 我們來到國際金融中心的位子呀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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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似乎就不是香港人唱衰或是外國人唱衰 這個唱衰是來自 大陸人的 明白嗎 所以為止論 不可以這麼說 不是香港或者外面人去唱衰 而是大陸人去唱衰香港 所以就禁止了 所以又不准說 明白嗎 你唱衰香港 那就記住了 這個也不算是甚麼唱衰 他都沒有地位 搶口而已 所以不是唱衰 所以大家利用了這句說話 走到外國 或者之後就拿大篇文章 然後寫出來 我這就叫唱衰 但記住這個基礎是來自 中國大陸的 人緣亂 都不會用這個詞 OK 好了 但是最主要唱衰的問題是甚麼 我告訴你 大家的分歧在於 我告訴你 現在 某些的KOL 又或者是 一大堆的外國的 評論員 他說 唱衰香港 其實真真正正正 是ing 而呢 很多反駁的 國內不同的評論 或者是報紙 甚麼甚麼 他就說了 是ed form 所以大家有一個矛盾 即是 香港現在的樓賣不完 樓價在下跌 在下跌 明白嗎 你就不是說 香港樓價正下跌 明天還可以 明天還可以停 你明白嗎 他認為 不是 是下跌 不是下跌 兩回事 下跌 每天都下跌 每天都下跌 這就叫下跌 是不是 你現在下跌 下跌完之後 你不是說他一定會跌 不一定的 未來可能會好 大家 相距的情況不同 等於很簡單 香港國際中心 現在就變為止 變緊為止 你明白嗎 現在大家的想法 以前IPO很多 現在這麼多 真的 以前的成交量很高 現在很低 不行 以前的成交量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很厲害 以前的香港人材很厲害 現在沒有那麼厲害 跌在ing form 明白嗎 但是 對於 反駁隊的人來說 哪裏是ed 哪裏完成了 不是呀 是不是先 他不跟你說ing form 他不跟你說ed form 喂 沒有完成了這件事 現在香港還是很厲害 還是國際中心 還有很多外國在做trading 你明白嗎 兩個之間的爭論 明白嗎 所以呢 所謂 的 唱衰 他是在說 這個是說 你一直會跌下去 現在是在跌 他預計你的未來 一直會跌下去 但是 反駁的一方說 我們哪裏是 這是一個波動期 還是會升 現在跌下去是跌下去 一回事 我不跟你討論這件事 就是這樣 OK 好了 羅奇那段 那裏就說 以前呢 這個港股 持續低迷 斷言香港 揮喚 時期已經結束了 永遠不會有希望 認為呢 他反駁 你說這是假的 你說謊 因為怎樣 為什麼 羅奇這個判斷 他覺得是 對方是 說假的 說謊 因為 這個就是一個思維上面的問題 因為阿爺曾經說了 又亂及治 又治及興 既然 首先你明白一件事 阿爺 就是 所謂 根據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來定義 有 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 就是什麼形式 阿爺說什麼就是什麼 阿爺呢 已經定了調 已經拍了版了 已經定了性了 這件事是不會錯的 明白嗎 大家就 紅旗向這邊你就走這邊 紅旗向那邊你就走那邊 明白嗎 這個是 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 就是這樣了 沒有其他 好了 於是乎 阿爺就說了 由亂及治 由治及興 定了性 一定是這樣的 沒有錯的 於是乎全部都要向他這樣看 撐你的廢利的邏奇 突然間有類之一 為甚麼他都對 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有前瞻性的說話 以後會怎樣 是這個人 是不是 於是 這個人說的話一定是錯的 因為他跟阿爺是相反的 明白嗎 你這些專家 阿爺說不是這樣 你專家說是這樣的 你才看假的 那 於是乎這個 肯定是錯 又亂及治 又治及興 必須是真的 因為阿爺定性了 說是這樣的 沒有討論的空間 明白嗎 所以任何人 否定 質疑 又亂及治 又治及興 都是大逆不道 都一定是錯的 因為阿爺說了是對 就不會是錯 但是記住 錯歸錯 這個 就不算是唱衰 因為你沒有資格 沒有地位去說 邏旗就有了 我們 最多是和應 我們不算是唱衰 我們是同意而已 你明白嗎 不是唱衰 他就有資格唱衰 他是邏旗 OK 好了 記住了 阿爺說什麼 就有定義了 判斷了 大家不要說那麼多了 法官就幫他取了 哎呀 不能上訴 是終審庭 好 以前 沒有唱衰香港這個詞 為什麼現在 會出現呢 原來是這樣的 在國安法之前 沒有唱衰香港這個詞 為什麼2023年之後 就一直頻繁地出現呢 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 因為爺爺已經說了 是不是 為了大家要知道 這個SARS 這個COVID-19 這個衝擊之後 哎呀 國家已經很大力的 就好像以前你們不行呀 COVID-19 以前SARS呀 2003記不記得呀 阿爺說 我以為你好 怎麼好呀 哎呀我推了一大班自由行李 那你就好了 好呀好呀 然後就很好呀 樓又升 樓又升 地價又升 舖又升 然後就有人來買東西 阿爺說 那就是這樣啦 阿爺沒得頂 好所以這次阿爺又來了 阿爺又說 什麼呀 你們說什麼呀 人心惶惶什麼呀 哎呀走去移民呀 哎呀那些人全部錯了你放心 阿爺出招 什麼SARS呀 什麼什麼東西 不要緊 過了去之後 阿爺來一招 什麼 又亂及志 又志及興 OK 阿爺說了 就是這樣的了 一定贏的 即是 定調了嘛 明明這個是 有 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 OK 好了 定調了就怎麼知道 香港人 上次就未二次回歸 這次二次回歸 上次呢 哎呀真是說 放些人下來 真是行呀 哎呀好耶 哎呀好耶 這樣就真沒得頂 股聲流聲 大家很開心 誰知道這次 糟了 阿爺說了 又亂及志 又志及興 為什麼 大家發覺有些不妥 好像是糟糕的 周星馳說的 我覺得好像是糟糕的 為什麼呢 國安通過之後 拉大批人 對不對 然後蘋果又接了 立場又接了 疫情就過去了 什麼都剩下了 沒事就搞了 搞定了 平復了 終於通關了 那還不是 又亂及志 又志及興 是不是 亂及志 已經成功了 亂及志已經成功了 由志及興 一定是興的了 你的肺 然後經濟沒有好轉 糟糕了 為什麼由志及興呢 大家就開始懷疑 於是 就融讓了 剛才大家聽到這些大堆 認為 是 不對的 東西出現了 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的根字 根啊 是來自什麼 是來自 由志及興 並不實現 但是上次 沙士那次 是可以的 這次似乎不行 大家開始 信心動腐 沒有興 那又出了什麼呢 不是由志及興 那又開始變什麼呢 是變了 由志 及興 好興 你看看全香港人 現在興 合合 整天走去北上 花了些錢 在香港 你有沒有搞錯 由志及興 然後 跟著呢 哎呀 那間又倒閉 這間又倒閉 你有沒有搞錯呀 全部倒閉 連鎖店又倒閉 由志及興 哇大佬呀 又說這個 撤壓之後 樓市不斷升 沒有升 這個洩漿 那個洩漿 哎呀 又自及興 明明意思 跟著經濟又不好 那些人就說 哇糟糕 找工作又好難 請人又好難 做老闆又好難 打工又好難 投資又跌 股市又不行 搞什麼 喂 不是說 國安法通過了 拉人鎖艇 跟著 蘋果又接了 立場又倒閉了 疫情就過去了 平定了 麻煩交功課 香港人就是這樣 很實際的 總之呢 你說這樣 跟著你 對不對 你說了啦 拉了些人啦 OK啦 你給我 由志及興 你說的嘛 又不是我要求的 對不對 你說 又志及興嘛 誰知道 你不興嘛 不興就興啦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你明白嗎 因為為什麼 那些人啊 什麼人來的 香港有事的時候 他們跑去外國 在香港 好怪劉電堅不是 劉電堅是 來看看兒子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放心 哇離譜的那些人啊 你看賣樓又成的樣子 你看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大家對香港 很有信心 我們就在這裏 哎呀大家要 劉港敬港 那些壞人走了 不對的 沒錯啦 他們既然走了 你應該就要令到他們覺得很痛苦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很行 於是 才可以令到 我們大大聲聲說 香港有志及興 這樣子 撐他的肺 不是吧現在 大哥又不斷倒閉 零售又不行 你看街上 那個叫什麼 什麼香港 什麼 零售 倒閉 結業群組 突然間有 15萬人 又說20萬人 搞什麼 每個人都說這個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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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仆啊那裡沒有人啊這裏就靠了這樣算怎樣啊 於是 一大堆 又有志及興 現在不明白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 的而且確 開始偏向了 歪理邪說 因為歪理邪說好像不是邪說 是真的說得對的 這個就是問題 好了 面對排山倒海的這些輿論 越來越多人相信 這個就是重點 於是要怎樣啊 大家看到了 香港政府是什麼 我出反駁隊 我反駁你 我反駁你 小時候有沒有玩過 你說我是壞 我反射你 我反射你的反射 明白嗎 這些叫反駁隊啦 當你完全都沒有什麼好說的時候 出反駁隊啦 反駁隊那怎麼辦 你記住 有中國特色主義的 反駁隊 反駁隊是怎樣反駁呢 你也可以找一個開題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 現在 這些大官罵 我就是反駁隊隊長 鄧先生 什麼叫反駁呢 有特色的 社會主義的反駁 就是這樣 不是說 跟你說理論的 明白嗎 別這麼傻啦 說理論當然不夠你講啦 為什麼要跟你說理論呢 不說理由的 你這樣說什麼呀 說什麼 反射你 沒有錯啦 沒有錯啦 我反射你的 你的理由 反射你的反射 你說我扑街 我反射你 你又扑街啦 你又說我扑街 反射你的反射 這樣玩法就不錯啦 簡單快捷 容易 是不是 鄧先生一定會玩 正正 正 好 於是乎我們看看 反駁隊是怎樣的 反駁隊就說 這樣啦 以後我們就這樣 搞一條 唱衰香港的理論 有什麼人說他唱衰香港 撐你的廢話你唱衰香港 他講了很多理論出來 不要緊 你唱衰香港 厲害呀 這個是符來的 糟糕 新中國出現了 還有符 這個現代符 International的國際符 厲害不厲害 是Future的 然後就把符弄出來 一來就說 我反駁你 死吧你 你唱衰香港 死吧你 唱衰香港 行不行呀 唱衰香港 一來就唱衰香港 然後貼在那裏 你就死定了 所以所有人說什麼 任何理由 不要緊 你就把他 變成了一道符 貼在那裏 然後 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 這一道符 死呀 唱衰香港 貼在那裏 死呀 死了 好呀 解決了問題 你看看反駁對計 那麼壞 洗褲 多麻煩呀 有什麼寫理句呀 你留定堅 逐點逐點跟別人說 你瘋了 你洗鬼呀 我去畫符 寫著唱衰香港 貼在那裏 搞定 唱衰香港 行呀 沒得撐 所以唱衰香港 現在 不只是一個 名詞那麼簡單 現在變成了符 所以看下很多時候 我們大家的評論區 就出現一個符 畫一個符出來 哇 我鏡頭一看到這個符 哎呀死了死了 好在我不是那些妖怪 我不是那些妖怪 不會被你的符招傷的 哎呀 快到灰呀 或者你有沒有個狐老 有空走進去看看 好啦 哪些人唱衰香港呀 那樣 哪些人唱衰 好啦 文匯報就說 近期有個別的西方媒體 和所謂專家 你叫做西方媒體 所謂專家 有資格去 唱衰呀 你節省一點啦 你劉定堅唱衰香港 紫荊雜誌就說 不少反華勢力就開始 借題發揮唱衰香港 反華勢力呢 我是什麼反華 我是華 我本身 我懷疑不實 我是算華啦 是不是 好啦好啦 我不算反華 你夏寶龍 不知誰在唱衰香港 就唱衰香港 所以你不是普通人就可以唱衰的 說了夏寶龍就說清楚 而這些普通人唱什麼衰呢 好 相報還直接說 很簡單 就是這個 Morgan Stanley前的亞洲主席 類似去到盧企 這些standard 才有機會唱衰香港 你節省一點啦 定義了啦 好啦 跟著陳茂波 有人唱衰香港 令他資產市場 信心不利 記住這些是專家 即是等於 不是被人相信他 是不是 所以 唱衰香港 的主體 一定有資格的 有個 地位在這裏 不是這個 阿福 阿壽都唱衰香港 你傻傻地的 那些是批評 那些是批評 沒有資格唱衰 記住啦 這些不是唱衰香港 以為是西方媒體呀 專家呀 邏奇呀 這些猛人 才有資格有身份 被定義為 唱衰香港 understand 沒有搞錯了 阿爺說這樣就這樣 有特色的社會 是中國的 是不會聽話的 好 放心 我們人微言輕的不入樓的 就沒有資格上榜呀 算是普通人 唱什麼衰香港呀 你好像我那樣 應該10萬的subscribe都不到 找找找小生呀 小生那些 90萬呀 這些就唱衰香港呀 我們這些 我們節省一點 我們唱香港 講香港 就是這樣 唱衰 是有個 地位的 敬秋的 未入樓 沒有資格 不要亂說人家唱衰 知道嗎 以前你應該唱歌呀 你隨便可以發洩一下 就叫做唱衰 不是的 有資格的地位 有權威性的 人世間那麼多人 說這講老 真的理得那麼多嗎 哪個個都唱衰 有影響你的機構集團 群眾的領導 所以阿爺很不喜歡 大媽沙亂說話 記住呀 你是大媽沙來的 是不是才有 有權威性 有地位 你這就叫唱衰 所以是李嘉誠 大哥 那些就叫唱衰 我跟你說 不要唱衰 我跟你說 我的錢搜著門口 我怕我有事 說錯話 當唱衰 那我十分之間的錢搜著門口 原來錢搜著門口 有特色的社會中國 OK 好 為什麼其他人不怕唱衰 唯獨香港就怕被人唱衰 哎呀當然啦 以前中國不怕唱衰的 為什麼 以前中國是文革時代 那你就試試寫大字報 頂你的肺 你拉人風艇 立即看到就 對不對 簡單 容易 方便 快捷 沒有唱衰 現在香港又不一樣了 現在香港比較壞 為什麼 因為香港 有互聯網 沒有牆子綁住 他們真的可以 這些消息走來走去 飛來飛去 大家互相在網上聊天 那就糟糕了 阻礙不了那些惡毒的外國 勢力 搞一些謊言出來 所以真的可以唱衰 又聽到 那裏就麻煩了 所以呢因為這個 現代科技 太過不好 搞到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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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傳播 於是 香港沒有一個特色 就是 唱衰 明明 所以呢 不如瘋狂 不行了 瘋狂就是脫歐 脫歐就是沒有一個中心 又不是玩完 被人唱衰就對了 ED form 死又不行了 好頭痛呀 怎麼搞呀 所以之前 我跟妳說了 想方法 怎麼想方法呀 樓價又下跌 股市又表現最差全世界之一 IPO一直下跌 沒有了 一陣子一直越來越後 經濟又一直差 靈袖餐飲不斷地倒閉 不斷有人移民 移民了 哎呀好在我及早賣樓 不是我現在死了 沒有賣樓那些 沒有聲音出 所以現在這些已經是在實現的事 那怎麼辦呀 唯有 你知道 人心惶惶 由志及興 這樣怎麼辦呢 明明應該由志及興的嘛 所以大家面對這些麻煩 就原用阿爺的招招招 是什麼 就不是解決那件事 解決 說話的人 頂你啊 這樣就搞定了是不是呀 那你誰說的話 我就說你唱衰香港 OK咯以後都是這樣 反部隊出來 這樣是不是呀 你 唱衰香港 我是這樣 我講事實 唱衰香港 你自實 唱衰香港 明明就是那個 那個符 唱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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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站在香港 那些 官多容易 多容易撈啊 一定了這件事 嘩沒得撐了 所以呢 我喜歡唱衰香港 這一個符 又不是一個論調 是一個符來的 但是到了今天 我跟大家要注意 說了那麼久 唱衰香港 其實 唱衰香港 其實已經過去了 因為現在 都沒有人反對 香港的未來 是真是衰硬的 就不是說唱衰香港 為什麼當你的未來 大家預期到 看到 同意 是呀 對呀 是呀 不會說 明天就會立刻更好 不會的 當衰已經被肯定了的時候 就不是唱衰香港 這個題目已經歪了 是什麼呢 未來究竟香港會有多衰 所以到什麼程度 現在大家在討論 所以不要再 爭吵這個唱衰香港 這個題目 因為為什麼 歪了 老實 就等於你說 他是不是英俊 不英俊 定義了 老實 無所謂的 你們不計的 不說的 說了什麼 都知道了 大家都是不是 好了 就等於說 TVB 糟糕了 還是不糟糕了 不要說了 是怎麼會有多糟糕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討論一下有多糟糕 就不要討論 他會不會糟糕 他就糟糕了 好 好 完結後就說 究竟去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值得討論 我之前說 樓價跌一半 現在的水平 跌一半 這樣就應該會停了 之前我已經說過為什麼了 很多東西 然後就慢慢再討論 這件事 所以到底就有機會 慢慢接入街景 這個也是 阿爺的想法 我再說一次 你跌到那麼大的時候 你就有性價比 高 所以全世界的外商有部份的人會翻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便宜 因為你有好處 我來這裏 稅又低 於是 你是不是 有什麼麻麻煩的事 我都不理 最重要 你有機會給我 賺到錢 那我就來 是不是 你們這些人 有自行 沒有這麼興 這是生存的 對不對 你或者 你吃早餐 你覺得貴 但是怎麼樣 你不得了 你每天北上 每天北上去吃早餐 才行真的 難道餓五天 就只有兩天 去上北上去吃 不可能 對不對 對嗎 既然是這樣 你唯有接受 接受了就沒事了 所以 現在 不是 唱順香港的問題 而是 香港會有幾衰 什麼時候 這個就是變成最新最新最需要理解的事 所以 我曾經說過 樓價跌了一半 然後香港就會成為中下價的貨品的天堂 以後 再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就講完這個 唱衰香港了 以後 記住我們沒有資格唱衰香港的 我們講一下 討論一下 批評一下 說一下理由 因為為什麼 定性了啦 你唱衰的老闆 好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Subscribe 希望你 點讚啊老闆 拜拜